宜蘭立委參選人三角都搶席次 最能搶曝光度的街頭看板 自序出現在主要路口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陳俊宇 看板配上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說這樣宜蘭俊豪 看板就掛在宜蘭市三角窗 往後一條街 則是國民黨派出的黃稱廷 不過怎麼有點孤單 原來是拍照時間湊不上 只能先拍獨照 藍綠看板規格大不同 讓每天路過的民眾議論紛紛 2024大選將近雇選票也要雇大舉 但在宜蘭街頭繞一繞 怎麼就不見民眾黨看板 廣會跟柯文哲柯主席 也會有聯合的一個看板 那預計的時間大概就是八月份 也會開始在這個宜蘭 這個地方來做一個曝光 宜蘭立委三角都比人氣 藍綠白都要黏著總統參選人 希望能有母雞帶小雞的效果 但怎麼拍和誰拍才能多一票 各政黨想破頭出其招 暫時有黃國李佩賢 宜蘭將報導